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那学季结束 夏天的户外运动主要集中在徒步 划船和露营 那我今天就想给大家介绍两款 我最近刚买的户外单品很喜欢 第一款就是我头顶戴的这顶帽子 是十足鸟的Octerics这个牌子 我原来那顶帽子其实也很好 它的帽羊就很大 然后后面还可以挡着头发 因为头发要防晒嘛 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点 太艳了 就是紫红色的时候就想买一顶新的 那这一款的话呢 在网上卖的非常火 但实际上它非常火的那一款是浅粉色的 我真的到店里去试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个墨绿色的反而是更好看 因为首先的话 它这个边它是可以自己撑开的 有这个边不会塌下去 然后它很软 就怎么折叠都可以 然后实际上深的颜色 它是可以更多的吸收紫外线 而不会说反光到你的脸上 那它这个抽绳呢也是有弹性的 这个就很舒服 就不同于普通帽子的抽绳 这个帽子呢也分大小号 这个是小号和中号 还有是中号和大号 这个我是在Sporting Life买的 在实际上的官网也有 还有好几种颜色 有蓝色黑色的 还有绿色的 第二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单品 就是我军前这个鞋块的背包 它也可以放在腰上 也可以放在这样鞋块着 我会觉得放在鞋块的比较方便一点 那我原来也有一个是 有尼库的吧 我都忘了 但是那个不是户外的 也不是特别防水 我就看这个颜色超好看 这是特别鲜艳的 这个牌子是Cota Pasi 羊驼吧 那个牌子 Oh my god 先看一下这个外观 它是两升的一个包 我觉得就是大小非常合适 然后这个牌子的话 它就是以这个色彩组合的鲜艳可爱而著称 然后它用的很多都是环保的材料 非常喜欢 它这个外面就是一个防泼水的一个材质 应该不是说是完全防水的 然后它外面这个是 外面这个都比较松散一点 但就可以加一些东西 但大家小心不要把东西掉下来 然后它有一个拉锁 这个拉锁我是放的是眼镜 在这里面 对 然后后面的话 中间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一个包 今天放的是GoPro和钱包 然后里面这个有一个小夹层是绒布的 对还蛮舒服的 这是一些怕挖伤的东西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后面它还有一个夹层 就是贴身的 这个也是就是很实用 可以放手机钥匙 就是怕丢 然后又贴身损食好拿的 然后它这个肩带呢也是可以调节长短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应该也是可以放些笔啊 什么的这种东西 这个我也是在Sporting Life买的 这个官网也有卖的 就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现在玩户外不再是男生的专利 我们女生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玩户外 那我想我们女生玩户外也要穿得好看 对不对 我给大家分享一点户外穿衣搭配的小技巧吧 首先在户外一定要穿鲜艳 什么叫穿鲜艳 因为我们背景大部分都是森林这种大自然 那如果你穿一件红色或者是黄色的冲锋衣 都会非常的跳脱 非常的好看 拍出照片来 就是不要建议不要选绿色 那白色的话呢可能会太浅了 其实白色的话也是百搭色 会非常好看 黑色的话我也是不建议 因为黑色虽然是显瘦 但是在户外来说的话 首先它不是特别安全 不容易被看到 那么也没有那么多的张写个性 不能显出我们女生的美丽 对不对 浅蓝色也是很好的颜色 那么在水边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选这几种颜色 红色黄色浅蓝色白色 或者甚至是蓝白调温相间的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户外也要穿漂亮 对不对 但是在这边 Molly 也不是第一个健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